星期四 中法建交50周年纪念大会在巴黎举行 习近平和阿朗德高度评价了 两国50年来关系的发展 习近平说 孔子说五十二之天命 在中法关系进入之天命之年 我们要抓住当下 面向明天 更好规划中法关系未来的发展 让中法关系更加紧密 更加持久 更加特殊 习近平表示 中法要加强战略对话 深化战略合作 巩固中法关系政治基础 夯实中法关系经济基础 助劳中法关系社会基础 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 奥朗德表示 五十年前 法国成为第一个 同中国建交的西方大国 五十年来 中国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 法国成为欧盟第二大经济体 法中合作基础牢固 前景广阔 法国愿意拿出五十年前的战略远见 和政治勇气 全面增强战略合作 开启中法关系的新纪元 在习近平防法期间 两国签署了大约五十项商业协议 总价值大约180亿欧元 奥朗德在同习近平的会谈中 没有提及中国人权和媒体自由等问题 星期四稍早时候 中国第一夫人彭丽媛 被设在巴黎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授予促进女童和妇女教育特使 荣誉称号 习近平星期五前往欧洲之行的 下一站德国访问 VLA卫视新闻报道